原剛科技的Home Free Combo多媒體分享器呢 它主要呢就是為了解決使用者電腦看電視的以往的不方便性 那也特別強化針對平板式電腦的使用族群 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以往我們原剛有三屏電視卡 電視盒電視棒 那我們今天把三屏訊號直接透過網路傳送出去 只要你家裡有電視訊號 你家裡有網線網路訊號 透過我們的電視三屏電視 我們直接把以往的電視訊號轉成網路 傳到你的平板式電腦 那對使用者來說 它在平板式電腦上看電視 整個操作行為是非常直覺簡單方便 那跟它使用平板式電腦經驗是一致而搭配的 那我們的前緣有三個顯示燈號 那一個顯示燈號就是電源顯示燈號 另外就是有線訊號 有線電視的顯示燈號跟數位電視的顯示訊號燈 那我們這個是所謂的紅外線遙控器 那這個主要是來做我們叫做遙控器學習的裝置 使用者可以拿它的DVD 它的Blu-ray 它的Setup Bus 透過我們的紅外線接收器 學習它遙控器上的所有遙控鍵 那再透過我們後面有一個 Splitter 啊 Blaster 它會把紅外線訊號送到你的裝置上 打到你透過這個裝置切台 你的DVD也會跟著切台 也會跟著快轉 所以這個是我們公司的 最新三屏電視卡的Apple上面的軟體 使用者只要去到Apple Store下載我們的軟體 那在它的桌面有這個icon之後呢 它只要確定它的網路跟家裡的網路是連結的 它直接點下去執行 那我們的軟體會自動找到這個 這個多媒體分享器 那我們就會把電視訊號直接帶到你的iPad的裝置上 整個過程是簡單直覺 不需要額外的設定 那同樣的這既然叫做三屏電視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電視訊號裡頭呢 它不只是會有數位訊號 它還會有類比訊號 它還會有AV印跟SV S video印 所以它不只是可以讓你看傳統的有線電視 看現在的數位電視 它甚至可以讓你看DVD 看多媒體分享器 甚至可以在iPad上看藍光光碟機 甚至未來如果整個都數位化 你家是SETABUS 是衛星電視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裝置 觀賞衛星電視節目 來觀賞數位有線電視節目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播放數位電視的訊號 那這一台是我們同樣這個盒子分享出來 同時一路數位串到這個iPad 另外一路類比串到這個iPad 那兩個操作方式 操作經驗是一模一樣的 整個的畫面畫質清晰度 跟數位電視是幾乎一模一樣 完全不會讓使用者感覺到 它是傳統類比電視的模糊不清楚 所以本身我們圓剛科技認為 平板式電腦是一個使用者絕佳的 個人電視顯示裝置 所以我們才開發了這樣的一個裝置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各位介紹這樣的產品 魔法模式電視